说自己丑人,其实同学大家好,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穷小伙服用了机械药剂之后变成机器人的故事 非常的有意思,废话不多说,大家把我姿势拿好挂子,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啊,咱们的男主青山是一个一无工作,二无技能,三无老婆的穷小伙 年过四十还得了绝症,没钱治病的他整天在街上流浪 偶尔帮人做一些灵活才能吃顿饱饭 虽然青山现在一无所有,但他却梦想有一天能混出个人样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而不幸的现实却是青山没钱治病,一天比一天虚弱 随时都有可能隔地,就在青山走投无路等死的时候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人地中海出现了 地中海自称拥有治疗青山疾病的药物 但是这种药,市面上可卖不到 还在实验阶段,需要一些人做临床实验 非常高兴通知你,小伙子 因为你骨壳精奇,硬糖发黑,五星还缺信眼 所以你被选中了 现在哥们一分钱不收你的,拿回家赶紧注射一把 青山一脸的蒙圈,半信半疑的拿回家 回到家后,青山考虑了良久 最后压咬心一横,左右都是死 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拼一把 俗话说的好嘛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答定了注意,青山就给自己来了一针 没想到这个药效果出奇的好 青山的病情有了明显的控制 但是这种药让人有些上瘾 青山用药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再次见到地中海后他才知道 这种药因为处于实验阶段 所以有一些风险 很多人都在第一次注射的时候领盒饭 没想到青山竟然过了这一关 随着青山不断的用药 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改变 简直相当于一辆报废车 突然变成了法拉利 力量与日俱增 感觉身体充满了活力 但随着药物的增加 青山就发觉不对劲了 他感觉身体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生长 像要破体而出 而自己的手臂还出现了溃烂 露出了黑乎乎的东西 而地中海却安慰他说 老弟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身体对药物的正常反应 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作用 过段时间就会消失 但是青山明白 这老小子没跟自己说实话 这种变化根本不会停止 没过几天 身体出现溃烂的地方越来越多 青山间接的感觉到了危机 他想要去找地中海求救 但是走在大街上 他才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被跟踪 而地中海也消失不见 再也没有出现 只给青山留下了一句话 组织已经知道你通过了实验 很快就会有人来吹杀你 老弟你就自求多福吧 看到这句话 青山在心里把地中海 祖上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才解析 他虽然停止了服药 但是身体的变化却没有停止 终于这一天 青山一觉醒来 自己的手臂竟然变成机械手臂 青山看着自己这副鬼样子 不知是喜还是忧 不过他更担心自己最后会完全机械化 而失去自我 要是那样 还不如当初等死算了 好歹也能留个全尸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青山决定把机械药剂的秘密搞清楚 但是首先他必须要找到地中海 而想要找到地中海 就只能从跟踪自己的人身上下手 他将目标锁定在摩托车手的身上 并用超能力将他一拳打倒在地 但是没想到的是 车手竟然是一个机器人 他告诉青山 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 像他一样的人类即将变成机器人 青山并不是唯一一个 就在青山一连蒙圈的时候 电影就结束了 虽然这部科幻片时间不长 但是故事背景设定的非常宏大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后续的遐想 丑哥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续集 看了这部短片 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怎样故事呢 在评论区告诉丑哥你的想法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给丑哥点关注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